至尊在《颜洁经》里面所谈到的这个直观、双印 种种的这个修禅定的方法都是一致的 但是我认为就是必须要你自己 必须要很注意的 很专注于这一种修炼 而且是要长时间的磨炼 长时间的你在修定当中 一定要经过长时间 像师尊来讲 我在巴拉修禅定 在罗上巴拉那个林仙阁 很小那个阁楼 当初来美国的时候用八万块钱 买了一栋这个七十 不是七十年代 是七十年的老旧房子 在林仙阁里面修禅定 那时候有去Gladysale买了一个旧沙发 很旧很旧的沙发 那个沙发多少钱 还记得吗 八块美金 八块美金买了一个沙发 那就是我每一次我很喜欢那个沙发 因为很软 两边那个坐上去 刚好把自己身体都包住 觉得很温暖坐在那 我每一次去坐禅定 就是两只手一拍那个 两个这个手的那个旁边那个手符 一拍 然后整个人就弹上去 就趴就坐下来 刚好坐得很稳 就在上面修禅定 修法修禅定 就在坐在那个沙发上 八块钱呢 买一个沙发 算是很贵的 那时候我已经很 八块钱买一个沙发是太贵了 我那时候是一块钱呢 就买两条毯子 两条那个毯子 我的西装啊 是一块钱买的 我的那个皮鞋 也是second hand 就是人家穿过的 我连皮鞋布鞋 家里的那个衣柜 床铺 沙发 所有的衣服 包括我的那个西装裤 全部啊 都是啊 全部都是second hand 都是那个gratisale 就是二手货 人家都穿过的 我曾经呢 穿着那一条那个 这个second hand的这个裤子 飞到达拉斯去 发觉啊 那么整个裤子都把我的 脚通通给它连起来 我说奇怪 怎么原来是静电作用 我在那个机场走的时候 发觉我脚都走不动 为什么原因呢 在西雅图 我穿的还蛮好的 因为西雅图静电比较少 穿的还蛮好的 想不到我到达拉斯去的时候 那边静电比较 他把我这个整个这样子拉住了 我好像穿了那个盖帮的裤子 差不多 我修禅电是从那个时候跟在台湾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个也是要用时间来考验 我试过种种的方法到今天为止 我能够很快速的进入三摩地 主要是长时间的历练 没有长时间的历练 同样的方法教你 至少也要磨个几个月几年 理论大家都知道的 刚才讲纸 讲官 讲双印 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何调整你自己进入三摩地当中 是你自己本身的事情 那最后一段他怎么讲 这个修成事实 能得西地之因 这个不管你是修内法 修外共 都可以得到西地 一切法本性 以正情念诵 及精进修行者 树以西地 故诸精勤行者 由当以此精进 这个西地的修法 就是说成就的意思 成就净土 成就 有两个方法可以成就 第一个 你勤修本尊 圆满念诵 成为罪要 你修本尊的圆满念诵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因为有很多障碍会产生出来 你只要能够 修智能矮成就之障 极占修空 故此尤为重要 这一点也是重要的 也就是说 你能够在修行当中啊 能够修空性 坦白讲 所有的魔障 你只要用空性去破 才能够破掉所有的魔障 你修空性破掉所有的魔障的时候啊 你自己才能够很快地成就西地 你自己才能够很快地成就西地 这两个方法都很好 你要常常修本尊圆满念诵 这个是不能忘的 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呢 因为你在修法当中会产生很多的魔障 那么魔障产生出来的时候啊 一定要修空性 以至种种的障碍 能够很快速地成就西地 这个最后这一段呢 主要是这样子讲的 像我们在入三魔地当中啊 产生种种的梵觉跟梵听 这个梵式梵听都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魔障 那你假如是修空性的话 很快就把这个魔障给它破了 因为你知道一切犯戒空 不管你有相无相戒空 你经常修空性 就可以把魔障给它破除 障碍都可以破除掉的 这个很快可以得到西地 那么你这个勤修本尊圆满念诵 也可以很快地得到西地 那么不管你做外供养 种种种的仪轨也是算成就之之 成就的方法 修外供养也是成就的方法 修命供养也是成就的方法 这些都可以称为成事 就是成 承受的成事 事后的事 那么今天就谈到这里 Omala Bémi 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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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